来看2022年非常聚焦的话题国家阿富汗 阿富汗非常缺男丁的家庭衍生出了一个习俗 他会把女孩子当儿子养 也就是一直给他穿上男孩子的服装 然后让这个女儿可以跟父亲一块儿出外工作 穿上男装的女孩可以上学 可以在户外玩 还能够陪同禁止单独出门的女眷外出 但是这些从小穿男装的女孩 到了青春期就必须恢复性别 可以想象他们自己要怎么样去调试 心理跟外貌打扮突然的转变 而常过自由滋味要再重新回到 在阿富汗被禁锢女性的生活 这个过程对当事人来说非常艰难 阿富汗女孩沙男穿上了毛衣和牛仔裤 像个小男生一样到清真寺去上课 周遭的同学亲一色都是男孩 下了课他就和男同学们一起踢球 沙男是阿富汗版的花木兰 虽然他不必代父从军 但同样必须卫装性别 才能和父亲一起工作 分担佳绩 把女儿当儿子来养是阿富汗 贫穷又没有男丁家庭 迫于现实所衍生出来的习俗 通常个性比较活泼好动的女儿 会被充当成儿子 穿上男孩的衣服 女孩的一切行动就自由了 可以读书 可以在户外游玩 还可以保护禁止单独出门的女性外出 曼家两岁时 父亲就决定让他扮成男孩 不过到了青春期 女孩就必须还原性别 要调试心理和外貌突然的转变 其实是相当艰难的过程 尤其是尝过自由滋味的孩子 很难再接受女性被禁锢的生活 34岁的阿莎杜拉已经结婚 还育有四名子女 她痛苦地表示 当初根本不想恢复女儿生 不过也有些身不由己的女孩 心急地想赶快长大 做回真正的自己 2021年的8月 阿富汗有塔利班执政 原本承诺会给女性受教和工作权 但随着国际社会的目光逐渐转移 塔利班打压女性的手段和力道 也越来越强 数千名的女性被迫离开职场 小学以上的公立学校 也禁止女性上学 一名小学的女校长 被迫离职后 只能到跳岛市场摆摊尾声 首都卡布尔的街头 现在偶尔会看到十几名勇敢的抗议女性 向塔利班要求受教和工作权 然而他们的四周 却总是有赫强实弹的士兵包围 阿富汗两次落入塔利班政权 逃不出去的民众 长期过着被高压统治的生活 而有机会远走他乡的人 却也一身背负着沉重的行囊 里面装着满满的内疚和乡愁 丹麦一名导演 以动画和纪录片结合的方式 拍摄电影《飘浪人生》 记录了阿富汗难民好友 从来不愿提起的过往伤痛 本片也荣获多项国际影展大奖 导演除了希望让世人 能同理这一群尸根的人 更希望影片能疗愈那千千万万 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